恋愛每天 很好PO欸 真的嗎 其實說什麼呢 快說給我聽 其實昨天還是 硬跟朋友交換了一下 雖然很累 因為我們那群朋友已經 製成一個傳統了 那妳有換到什麼了 我換到 這個要分享嗎 不告訴你 蛤 妳自己實際上是喜歡兇風嗎 應該算是吧 但是我覺得 像我子女 我子子子子女 我覺得我大概可以帶他們半天 半天之後我就會叫我弟 爸爸妳可以換妳了嗎 然後可能他們時不時就咕咕咧 咕咕咧 然後想說我趕快先躲到房間 10分鐘再出來 但是我算是跟小朋友玩 還算是可以有耐心嗎 但是我不知道像 我覺得一般媽媽 爸爸媽媽真的很辛苦欸 就要一路這樣伴著孩子成長 引導啊這個 這個 對 很難很辛苦 我們剛剛有收到這娃娃 一定是妳的娃娃 你們有收到 我沒有收到 對不起 是什麼 心願 心願 心願的話我好 我那時候在拍 我有一支 已經交給我媽媽要帶回去給我的子子子女了 因為這一次在演唱的時候 大家非常的喜歡妳的風格 甚至於很多人發起了 在IG上面有那種Trology 你有嗎 你 他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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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到你現在 很猶豪欸 對 就是有沒有看到讓妳印象深刻的 公主本人 真的嗎 對 YouTube留言寫的 你有看到這樣子的反饋嗎 我待會看一下 你們 你們 聽說什麼呢 快說給我聽 當然肯定要有公主夢的這個階段啊 你小時候沒有王子夢 我現在還是也是王子 你 你現在還是王子是不是 欸很幽默欸 我剛剛其實有說 其實要我選一個有點難 你知道 因為從小都看嘛 我剛剛講的那些全部都看 獅子王那些全部都看 後來想一想 如果真的一定要說 可能就是小美人魚吧 以前都會模仿他唱歌啊 都會模仿他 跟他一起唱 小美人魚也是很會唱歌 很愛唱歌的一個角色 明年有什麼心願嗎 好 那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明年的心願 明年的心願 那再多 你再 讓我的心願再多一點 哈哈哈哈 好多地方想去喔 我是因為我三年沒有放假了 好誇張喔 我的天 太多了 看看是近的還是遠的 熱的國家 還是冷的國家 我通通可以去 好啦 我要去講故事囉 好 掰掰 謝謝你們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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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και 謝謝 謝謝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